马来西亚19号举行大选之后 社群媒体上就出现了多道数学题 像是这一串 还有这一串 这是在算什么啊 是国会的席次了 这一次主要有三大政党联盟互相竞争 拿三个不带会讲啊 但因为没有人拿下222席的一半 以简单多数一席执政 今天我们中午节稿前的最新情况是 马来西亚的最高元首苏丹阿布杜拉 举行了统治者理事会 意思就是他自己摆不平 要动到其他八名苏丹一起开会讨论 如何解决僵局 我们有住在大马的朋友说 他真的很想翻白眼 投票选不出首相是投好玩的 很多人也都想问 其他国家碰到类似的情况 不都是找别人一起组阁就好了吗 但为什么马来西亚会选不出来呢 大家好是范琦伟 欢迎收看范琦伟的特内看世界 大家应该觉得 马来西亚一天到晚再换首相吧 我们先来前情提要一下 大马从2020年到这一次选举期间 已经换了三位首相 2020年时任首相马哈蒂下台之后 换了被叫做后门首相丁丁的慕尤丁 但他任内防疫做得太烂 明远四期 所以只当一年半 又换了海豹男伊斯麦沙比里来接任 为什么叫海豹男呢 这是因为伊斯麦沙比里所属的巫统党 跟另一个政治联盟合作 他算是两边阵营都可以接受 像海豹一样摆出来做做样子的人选 但巫统觉得每一次推政策 都要取得共识是在很烦 而且之前的两场州选举巫统大胜 觉得有民意支持 如果马上大选 搞不好可以一党执政 再加上伊斯麦沙比利在党内 跟因为贪污案坐牢的前首相纳吉 又是不同派系的 于是挺纳吉这一派 就一直逼伊斯麦沙比利 要提前大选还政于民 声称要带给大马稳定 所以这次大选的主要竞争者 就包括巫统为首的政党联盟国民阵线 第二是丁丁领导的国民联盟 第三大马前副首相安华所领导的希望联盟 巫统本来想借着大选完全执政 但不知道是纳吉案实在太雇人怨 还是其他原因拖累选情 总之国民阵线选的奇烂无比 只拿下30席 丁丁联盟则是拿下了73席 安华的希望联盟第一名 获得了82席 但国民阵线只拿了30席 等于输了吗 倒也未必 国民阵线反而成为了kingmaker 就是造王者 因为另外两个联盟都得要拉他入群 才有可能阻隔 还有几个政党只拿下20多席 甚至个位数的席次 也因为凑数重要 地位变得至关重要 而这种谁都没过半的情况 就叫做选市议会 这次也是大妈史上第一次出现 其实大家都没过半 也没什么了不起 就像上面的数学题 找人加一加 凑到过半就好了 But 问题就在于 这三个联盟理念差很远 领导人自己也是薪酬救恨一堆 票数最多的希望联盟当中 包括华人为主的政党 还有走改革开明路线的伊斯兰政党 属于比较包容各族群的联盟 丁丁领导的国民联盟 以马来人优先的政策新选民 联盟内还包括了保守极有的伊斯兰党 所以原本苏丹建议两党一起合作吧 但双方因为理念不合都拒绝 而输最惨的国民阵线周二也推文说 他们不要当凑数的拒绝跟任一方合作 政治平均家指出 执政联盟自己就是由小党组成 声音已经够杂了 现在为了凑数又得去拉别的党合作 未来的首相恐怕很难推行政策 对于解决大马选民最迫切的经济问题 没有帮助 很多选民也说 选来选去都是那几个 跟2018年为希望儿童的感觉很不一样 不过这一次大选前 大家热烈讨论的并不是候选人 而是选民 这次选举是大马2019年下修选举全年龄之后 满18岁的选民首次加入投票 另外也是第一次启用自动选民登记制度 意思就是你满18岁就自动成为选民 估计手投足就多达近600万人 一般来说大家会觉得年轻人思想比较开放 会投给自由派包容的政党对吧 但大马的情况却不是如此 出口民调显示许多年轻手投足的票 都投给刚刚提到的保守极右的伊斯兰党 掀起了一股绿潮 让伊斯兰党从上一届的18席 一下子跳到44席成为国会的第一大党 年轻人为什么都投给保守政党呢 政治学者指出第一这还是跟种族有关系 年轻大马华人倾向投给华人的党 马来人则投给马来人的党 第二马来西亚25岁以下年轻人不大接触政治 很多手投足都说 从小爸妈就说 政治是大人的事 你把书念好就好 所以其实不知道该投谁 通常是家人同学投谁 他们就跟着投 有些人则是被TikTok上面的竞选广告吸引 觉得候选人好像很酷就投了 第三伊斯兰党在很多地方都设有宗教学校 不少年轻人从小在严格的伊斯兰教会下长大 不知道该投哪一党就会投给伊斯兰政党 这跟西方国家正好相反 哈佛大学的学者投书纽什直出 美国的年轻族群政治参加度越来越高 这一次美国其中选举民主党之所以没有惨输 就是因为18岁到29岁的选民投票率很高 上一次年轻选民踊跃投票是2018年其中选举 投票率创30年来新高 让民主党拿下了众议院 这些都显示美国的年轻选民不吃川普那一套 而且急于用选票改变现况 这一次佛州也选出了第一位Z世代的非裔众议员佛斯特 他今年才25岁 但15岁开始就因为Sandy Hook枪击案开始关注时事跟政治 18岁就正式投入了政界工作 他告诉Vox胜选之后去华府参加新生训练 身边的阿贝议员们平均大他至少30岁 但年轻不代表没经验 有自己的想法反而更受到选民的支持 而且现在年轻人参政管道很多 对于老人不想管的气候变迁 身体自主权等格外的重视 只要勇于发声都能为政坛带来新气象 纽西兰则是有意把投票年龄从目前的18岁再下修到16岁 最高法院这周裁定 既然纽西兰的权力法案保障也满16岁的人不受年龄歧视 那把投票年龄定在18岁就是歧视了 接下来准备起草立法送交国会表决 虽然纽西兰两大保守政党都认为18岁的人才能够成熟能够投票 但青年团体认为既然16岁就可以开车工作纳税 为什么不能投票决定自己的未来 而且目前很多国家也都准取16岁投票 越早接触政治不是越好吗 台湾这个星期六的选举也包括了18岁公民权的公投 很多人在讨论18岁是不是够成熟能够投票的时候 也许应该回头看看我们是不是提供了年轻人参与政治的环境 我们这些大人是鼓励孩子关心政治培养公民意识 还是叫他们把书念好就好其他的不用管 我再讲一遍在一个社会里面投票基础越大 表示能表达意见的人越多民主纯度越高 这就是one man one vote的原理 每个人都应该有投票权而且票票等值 所以今天我想要问大家的是像确诊者不能去投票的这种决定 是不是违反民主精神 A就是反民主 B为了疫情不获散可以理解 今天特别感谢冠贤的协助审稿 你如果喜欢这个节目赶快分享给更多人看见 你也可以订阅LINE Today官方账号 他就会每天把重要的新闻包括这个节目推送到你的手机里 万一错过了到LINE Today国际栏目 你们就我们所有的报道 带起来看世界 天天为你精神一则国际话题 带你快速秒懂世界大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